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今日发生的热门事件 北美Uber征收燃油附加费 2021年离婚率创47年来新低 Mary市3D打印房屋安置灾民 监管机构公布玻璃山矿难调查报告 警方在联邦监狱发现大量毒品 BC省投资100万启动旅游振兴计划 欢迎来到SG新闻空间站 今天是3月13日星期日 我是Ashley 热点资讯一战锁定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并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我们的精彩节目 首先为您播报头条新闻 北美Uber征收燃油附加费 由于俄乌冲突导致的资源危机 天然气和石油的价格创下新高 这也导致加拿大多地的汽油价格 达到乃至超过两家币美生 而Uber也在3月13日宣布 因油价飙升将对美国和加拿大的用户 征收临时燃油附加费 该公司宣布从3月16日星期三开始 每次Uber服务将收取0.5加币的附加费 而Uber Eats每次将收取0.35加币 不过也有司机指出 附加费不足以抵消油价上涨的负面效应 特别是那些大排量的车主 发言人Laura表示 该费用只是临时措施 会持续两个月左右 但保证附加费将被全额交给司机和送餐员 Laura称希望这项临时措施有助于确保司机和送餐员的收入 保持在以往的水平 不会受油价的上涨影响 Uber将继续听取反馈 并在需要时对现行政策进行更改 接下来为您播报加国新闻 2021年离婚率创47年来新低 根据统计局在3月13日早上发布的数据 加拿大的离婚率创下47年以来的新低 在一份关于离婚数据的报告中显示 在2021年只有43,000对夫妇离婚 同比2019年减少了13,000对 降幅高达23% 是自1968年离婚法制定以来最大的降幅 有分析人士指出 离婚率的下降可能和疫情有关 受疫情影响 法院无法正常开庭 诸如离婚之类的民事诉讼 被延后乃至取消 而对应的管理机构无法满员工作 导致许多离婚申请被堆积不得不拖到下一年 而由通货膨胀导致的物价上涨 也使得许多夫妇不得不将就在一起 以维持当前的生活水平 该分析人士还表示 随着各省和联邦政府逐渐放松管控 办公能力可能迎来提升 届时 加拿大可能会迎来新一波的离婚高峰 Merry市3D打印房屋安置灾民 据CBC报道 BC省的Merry市将与UBC Okanagan合作 准备采用3D打印房屋 来帮助安置因洪水而流离失所的民众 去年11月 灾难性的洪水破坏了BC省南部的Merry市 合计400多所房屋和3所学校遭到破坏 并迫使整个社区暂时撤离 据估计 该市现在仍有600多人无家可归 所以正在寻找可以快速修复 或是重建其中一些房屋的方法 建筑专家Andrew表示 在选择3D打印房屋之前 他们考虑了多种类似的模块化建筑 包括集装箱房屋 迷你房屋和可折叠房屋 但最终选择了3D打印房屋 3D打印比起传统建筑 不需要雇佣大量施工队 而且不会产生太多废料 这些优点对百废待兴的Merry市来说至关重要 UBC方面也表示会尽全力帮助当地的修复工作 监管机构公布玻璃山矿难调查报告 BC省的工程师和地质科学家协会 在3月12日晚公布了有关玻璃山矿难的调查报告 并对涉事人员作出处罚 两名工程师被罚款23万加币 吊销执照并要求第三人停职 进行重新培训 这项耗时8年的调查报告 也给当地最严重的人为灾害之一写下了一个句号 早在2014年8月 玻璃山的矿渣对卖设施发生事故 导致2400万立方米的有害物质被倾倒在附近河流中 污染了包括Quinsnell Lake在内的多处水源地 对当地生态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但玻璃山的所有者Mining Watch Canada 没有受到任何处分 两企追究该公司责任的诉讼 均被法院撤销 该公司准备在明年重新开放该矿区 不过BC省政府的发言人表示 2020年版矿业法进行了重大修改 可以更好地追究母公司的责任 以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警方在联邦监狱发现大量毒品 3月12日 据Fraser Valley联邦监狱的管理人员发布声明称 他们在监狱里查获了价值23万加币的北进品 包括手机和大量毒品 查获的物品包括一张SD卡 五部手机和418克的大麻浓缩物 该声明没有解释 这些违禁品是如何进入监狱的 也没有说明他们是如何被发现的 据知情人士透露 该监狱被用于关押高危犯人 但不知道为什么 管理人员经常发现各种违禁品 早在去年7月警方就在该监狱搜查出数量不明的冰毒 大麻 可卡因以及一台无人机 并在随后陆陆续续的发现了 尼古丁贴片和管制刀具等违禁品 管理人员在声明中写道 该监狱会使用扫描仪和基督犬 搜索建筑物 囚犯和访客 以防止违禁品进入其设施 并会在近期对检查步骤进行审查 以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BC省投资100万启动旅游振兴计划 BC省府在周五宣布 为了支持当地旅游业在新环境下的重建和发展 省政府将投资100万加笔 用作活动申办准备及赞助 以吸引大型艺术文化和体育活动 以及国际会议和展览 省府还宣布一项全新的三年路线图 旨在创造就业机会增加旅游业产值 目标是协助业界在2024年前恢复至2019年的水平 该计划的另一部分是在专业教育及培训方面 投入额外的200万加笔 以支持就业者参加证书 文凭或学位的深造课程 旅游部长也称BC省是一个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 随着再次开放 正努力重建核振兴这个为当地经济做出莫大贡献的重要行业 还表示希望在未来几年内将世界杯和冬季奥运会带到BC省 届时有望迎来新一波的旅游热潮 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 这里是SG新闻空间站 我们明天见